大家好,我們今天是2024年第一次去旅行 我們會去福建一些地方 去到漳州、普寧和廈門 這次是我第一次在西九搭這些高鐵 我們搭了大約20分鐘左右 就去到深圳北這裡 我們再轉車去漳州 在這裏搭去大約兩小時左右 也很快來到漳州 下車的時候天氣很好 我相信是23度左右 我們在這裏打卡 已經有幾張照片 一路就跟著出去找我們的旅遊巴士 我們一行有33人 參加這個團是四天而已 去福建一些地方 去遊覽一下 我們坐了幾個車程 來到這裏 導遊小席就說 帶我們出來散步 去看看綠色的植物 去感受一下福建漳州的鮮花批發市場 Garcia,有水仙嗎 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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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呀 有呀 有呢 有呀 有哪有抜到抜回去的 拎又拎到花,但問題是拎不拎回香港 原來福建最有名的就是漿州最大的水仙花的交易市場 十枝挺漂亮的,拆一枝 沒有,沒有拆一枝小紅花 我們那時候就在花去買過 這也是挺好的安排的小籍 因為我們坐了幾個小時車 來到漿州之後 我們就很快來到第一個地方 讓我們出來散步,看看很漂亮的花 綠色的植物 這裡是漿州最大的鮮花批發市場 也在福建漿州是一個水仙花貿易最大的市場 我們到處逛逛,很舒服去看看很漂亮的花 一邊有這麼多種色的,應該會插汁 一邊有這麼多種色的 這裡有很多水仙頭 我們一邊走這裡很曬,曬得很厲害 阿芬也買了六個水仙頭 就是十八元一個,很大一個很漂亮的水仙頭 小心喔,我先套的,要玩套的 多少錢? 這個是人種之王 十塊錢喔,十二塊而已 原來漿州這個地方 有很多廈門人,他們去度假是首選 就會來漿州 我們離開了這個鮮花批發市場之後 我們就去正式第一個我們去遊覽的地方 就是漿州古城 去到的時候,發覺它周圍都綠化得很漂亮 周圍很多花位 而且看到那些漿州人是很悠閒的 原來發覺他們的漿州市民 他們的幸福指數是比較高的 為什麼呢? 第一,他們最重要是解決了住的地方 漿州的樓價是不貴的 大約是六千元一平方 我們現在進來了,就是漿州古城那裡 我們進來的時候,小植也介紹我們去喝一些 他說因為這裡很出名的一種蟶汁 加上這個片仔黃的草下去 是很健康的 進來呢,他們就是在這一間那裡 喝這個片仔黃的蟶汁 這個蟶汁就加了一些片仔黃下去 就說很容易的 那這裡的人的生活指數很低 很多人都挺滿足、挺開心 看到他們 他們也很有笑容 走這個古城的時候看到他們 他們的漿州人的收入 一般打工的 例如素街、洗碗 就是低下層那些 他們的月收入大概是三千多 稍為高一點的 會有四千多、五千 而漿州的公務員 就去到七千元左右 七千元左右 因為這裡的樓價低 很多人都可以有能力 買到他們的自己住的樓房 現在在哪裏? 剛剛我們在走 漿州 古城 他們在喝什麼? 蟶汁 阿良過來 蜆仔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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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蜆 很好喝 好好喝 我沒有喝 臭腥臉 蜆仔黃 很好喝 很可愛 挺有趣 我不知道原來是黃 不是黃 蜆仔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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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 蜆仔煎 蜆煎 這裏叫海荔煎 台灣叫海荔煎 怎麼了? 為何這樣? 為何不讓我們走? 這麼奇怪 這裏這麼像華東那裏 我們那天去買行鱷 行鱷真是很好吃 這裏有很多花 在旁邊看 第八屆漳洲市三項 魚展 我們現在行鱷漳洲古城 周圍有很多花 有的太陽冷 也挺熱鬧 也有很多人 我們正在漫遊的漳洲古城 在整個城內 有二萬多棵角色的花位 擺設在那裏 讓你打卡拍照 這裏福建的漳洲古城 有人形容是一條老街 連接著兩岸 即是中國和台灣 漳洲是一座有 一千三百多年歷史的文化名城 是敏南文化重要的法場地 台灣同胞主要的組織地 而且這個古城 坐落於漳洲市的中心地區 那些人做了那些公仔 我們一路走這個古城 有很多漳洲當地的小食 福建省的小食 那些價格很便宜 比起我們明天去的古浪序 覺得這裏特別便宜 我喜歡吃的 秋豆腐 秋豆腐 我很喜歡吃 我不喜歡吃 我喜歡吃 你喜歡吃甚麼 南蘿 那是怎樣 我都不會吃 秋豆腐 老鼠 我不會吃 老鼠 老鼠當然不會吃 你只會吃老鼠 不是呀 那些甚麼樣子 竹鼠 有得買 我都吃的 不會那些不會吃 老鼠我就怕 當然不會吃老鼠 誰會吃老鼠 可以的 老鼠認識嗎 當然不會吃 阿多說會吃 我知不知道 很多人認識 哪有老鼠認識 哪有老鼠認識的 有呀 太大隻 很肥 好 在近年來 張州古城已經經歷了保護和開發 逐漸已經成為一個 很多人來旅遊會走的一個景點 因為它集合了文化 旅遊 生活和創業 一體的旅遊的綜合體 所以我們一路走的時候 都是很悠遊很舒服地走的 又有別的美食 春天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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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相約 他在海邊 山盲海市 卻找錯地方 來到一個游泳池 蔓延胡雪蘭的美麗 你我就從哪裡開始 藍色的漣漪 不沾無段回憶 你送我偶爾從天而降的雲石 我一直誤會 那時刻完美鑽石 不曾看見他的傻子 把他想在我的戒指 我也沒發現有什麼損失 讓我看清勇士 讓我看清勇士 理智無不於是 至少我就這樣開心過一陣子 不管他是真的你是假的 誰是不定地 妄自以為是 也是終而明思 不是來的太快 就是來的太遲 美麗的錯誤 往往最寂寄成一世 儘管昏迷有時 夢醒有時不堅持 人生最大的快樂 不管如是 所謂醉生夢死 所謂醉生夢死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讓我感情勇士 一直無不於是 至少我就這樣開心過一陣子 不管他是真的你是假的 誰是不定地 當我們在漳州古城漫遊當中 我們不要忘記要進入一間廟 是在古城裏面 它的名字叫漳州文廟 又名孔子廟 是位於在古城裏面 也是我們中國四大孔廟之一 是漳州城內最大的古建築群 國家給重點的文物保護單位 它始建於宋慶曆四年 即是1044年 就是有一個孔子像 我自己都很喜歡孔子的 所以都特別在這裡 跟它多拍幾張照 留念 這是孔子廟 我們今天進來孔子廟去參觀 在歷史上 朱熹、鄭成功、黃道洲 都曾經來過這個廟去祭祀孔子 在南宋建延年間 孔子的後裔因為被兵 已經進入了漳州 居住在這裡 他的子孫世代 相傳是住在這個廟裡 直至到明正德年間的時間 都是住在這裡的 除了我們在古城裡 看到這麼漂亮的花 又看到他們當地的小食 又看到他們的建築 其他各方面的東西之外 因為我很開心可以進來孔子廟 因為可能我一向讀書的時候 都很喜歡孔子 因為它是有教無類 還有它的儒家思想 我都是很尊敬的 所以進來看 而且這個廟是很乾淨 沒有什麼人去燒香 拜祭 不會說有很多煙 所以都是很舒服的 走這個廟裡 我們現在離開這個 張宗的孔子廟 沒有很多人 不然有一個人 沒有什麼人去判斷 要走兩者 當天的外省 要走兩者 一口一場 你要走兩者 去看 找你們 去海外 上山 可以 要留意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